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的Weekend Project with Stone Z56 本周要进行的是Arduino第51集 用AI Codeium来帮助你写程式 那什么是Codeium呢? 我们很快的到Codeium的网站来看一下 Codeium这个网站 那Codeium是一套免费的AI程式码的加速工具 它为开发者提供最佳程式码的完成 然后搜索和聊天的功能 那我们往这边来看一下 它在VSCode得到了1.09M的信心 在Github这边有得到3.6K的信心 做一个比较 那左边这边是Codeium的一些功能 右边是CodePilot 那CodePilot是之前在Github释出的 前一阵子蛮有名的 也是一个AI帮助你写程式的软体 那我们看一下 这边可以看到VSCode的Marketplace Rating 这边有5颗星 CodePilot只有3颗星 那JetBrain的Marketplace Codeium也是5颗星 CodePilot只有3颗星 那在成本方面呢 个人是免费 那CodePilot是一个月要10美元 那如果是一个team的话呢 那Codeium也是比较便宜的 那这边有写 它一共资源的哪一些编辑器 在Codeium这边支援了40个左右的编辑器 那CodePilot目前只有支援15种 那可支援的程式语言呢 Codeium支援70多种 那在CodePilot这边只有支援到40种 那在它功能的部分呢 AI AutoComplete跟Chat 两边都是有的 但FullReport的Context Awareness呢 在Codeium这边才有 那在CodePilot也是没有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它可以搜寻你整个程式码的Report 然后了解到程式码用的变数啊 然后你的物件啊等等的 那了解到这些内容 然后来帮助你写出更完整的程式哦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AutoComplete可以做到哪些事情 好你这边可以看到呢 呃第一个例子是在这里 那在你写个程式的过程中 你只要写出前面的一小段 后面呢AI呢 就会帮你设想出另外后面的这个片段 那你只要按TAP它就接受了 就说比方说我这边是getPokemon的data 好那你写asyncPokemon name呢 它这边就试着去把你写出 你后面这段程式码 这个是非常的厉害哦 好我们再往下走 好那这个呢 在你写程式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 你只要在这边慢慢写 其中的某一个指令呢 它自动的会按照你目前所想要的 那给你几个建议 好那我们可以看 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这个程式码中 在这边呢 它在这个createUser这边加一个参数 那底下createUser呢 自动就会发现 哦这边有多个参数 所以它自动会加进去 好 这就非常的聪明哦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它的 呃 chapbot的互动过程 chapbot就是有点像聊天的意思了 好我们看一下 这边呢它可以呃自动的产生 比方说这边的例子是呃告诉你说 你只要写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哦这里 好帮我写一个程式哦 来产生EUID哦 它这边就产生这个程式码了 好 非常的方便哦 那第二个呢是explain 就说哎告诉我这段程式码在做什么 它就会告诉你啊 这程式码在做什么什么 好这段程式码是不是在呃执行说 哎看谁赢啊 好他说哦不哦这不是哦 好他会帮你解释程式码的内容哦 好再次refactor refactor意思是说你可以请他帮你做 比方说to do 那to do里面有呃 就说你程式码哪些还没做完的嘛 那你他会把你的to do里面的内容呢抓出来 好然后呢就帮你写出to do的内容 这样子 好我们看第四个翻译翻译呢 就是说你可以把你目前typescript呢 改成这个其他的语言 或是由其他语言改成typescript 他试着呢在不同语言之间把你做转换 好以上呢就是这个chatbot的互相功能哦 因为这展示很快 等一下我们可以实际到我的电脑上来做一个 呃简单的介绍 好那以上就是这简单的coding的介绍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安装coding吧 好的那我先打开vscode 这边我呼叫一个adreno的程式哦 这是做一个光学追踪的一个专案的一个程式嘛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看上面这支影片 这边有教学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一开始呢我们先到左边 这个扩充套件这边然后点一下 好在这个搜寻的地方呢打上codium c-o-d-i-u-n 按下enter 他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codium 好我们就点一下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呢这codium AI coding的autocomplete 那这边就刚讲了他有 一百一十万人呢是有下载过了 那他星星有超五颗星有超过一千颗 一千颗星好那这边有些介绍 好那我们刚介绍过了 所以我现在按一下这个install 安装 好等一下那安装就好了 这边这个告诉你说 这extension呢是enabled globally 就是说不管你写哪一种程式 这个codium的这一个部分呢 他在每一种程式语言都可以协助你的哦 好那这样就做完了非常简单吧 好那我们现在把这个视窗关掉 回到我们的程式码这边来 那我先打开这个lighttrackingv1public 好这部分的程式呢 我有写在我的booklog里面哦 如果你有需要 你也可以到那边去拿去 好那我们安装好codium呢 只要按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就是可以启动codium 好的那左下角这边呢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 askanything这边 事实上这边就是chatbot的功能 你可以在这边输入你想要 这一个codium给你的一些 呃建议啊 或是你想啊 请他解释程式的部分 你可以在那边问他 好那我们现在先来做一些 比较特别的事情哦 我这次程式呢 呃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变数啦 或是之前的这些之前的物件啊等等哦 命名方式都是用底线哦 那这是2019年写的程式哦 那呃如果按照程式正规的写法 我们可以用陀峰式的写法 陀峰式写法就说不要用底线哦 而是把两个英文字放在一起的话 前面第一个字用大写哦 用这种方式以此类推 那么现在第一件事 就来做个比较困难的事情哦 请AI把我这支程式码 全部改成陀峰式的这种大写的写法哦 那我们就按下Ctrl A Ctrl A按下之后呢 我们到最上面可以看到这边 有一个Cordium的Edit 按下这边就可以做编辑 或是你可以按Ctrl I 也会进到这个对话的命令框 好那我们现在就按下这个地方按Edit 可以看到这边就有一个呃 框框哦 这边告诉你说 就输入你的instruction 输入你的指令在这边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现在就输入我们的指令 那我的指令呢 我刚刚有先预打起来哦 那主要是这样子的 就是请他呢 帮我把所有的物件啊 类别啊 还有变数名称 通通变成CAMO CASE 那第一个字呢 一定是要小写 那其他呢 一定要遵守这个第一个字 大写 那其他呢 后面的字呢 就是用小写的方式 那我们就 往底下走一点点 就可以看到这边有个Cordium的Submit 我们按下这个钮就可以了 好我们点一下 开始走 可以看到他很快哦 按加 还有这个减 那加呢就是把这个 他新增加的 那减的部分呢 就是他要删除的部分哦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哦 这个程式 哦这个有点问题哦 因为 他好像 没有写到完哦 你看他写到这个90行 底下就没有绿色的哦 好这这样会出问题哦 好那这个原因呢 后来了解到哦 是因为Cordium最多呢 能突出的token呢 就是4096 也就是说你当 你今天有太多太多的那个 呃 自 token的话 它是没有办法突出来的哦 相较之下呢 扣拍了给的token 听说是更少的哦 好没关系我们到最上面这边来 好 这边有三个 如果你接受他给你这个建议呢 你就敢 accept 不接受 你就按 reject 我们先按 reject 先取消 那我们还是可以这样做啊 我们一次就减少行数就好了 好 比方说第一行这个是 这个是个答案名称 所以我们不用管他 我们从这第二十行开始就好了 我们往下拉 拉到 一百 好 比方说一百 这个地方好了 一百一十八行好了 好 我们就请他帮我们改这一块就好了 好 那刚刚有说过我们可以按一下Ctrl i 我们试试看Ctrl i 好 然后输入我们的指令 好 跟刚刚一样的指令哦 按一下cordium submit 到一百六十二 好 那他看来是有结束哦 那我们来仔细看一下这个地方哦 你看 这是原来的写法 那种底线哦 那这个就是所谓头峰式的写法 前面小写 那第一个 下一个英文单字的第一个字就大写 然后后面就正常 好类似这样子 好 那我们现在到最上面去按接受 好 刚刚说过咯 按上面这个接受就可以咯 按接受 好 刚是到一百二十行左右 对不对 好看一下 一百 刚到一百一十八行 那我们再从底下这边 这个地方 第一百二十五行 一直拉到最后 好 那我们再按Ctrl i 试试 好这一样哦 输入我们的指令 那指令呢 就是刚刚这个指令 一样的指令 复制过来 好按下 送出 好 看来这次就做完了 那我们到最上面去按 接受 好了 那他全部帮我们改好了 那我们要怎么验证说 这到底有没有什么错误呢 他有没有改对呢 好可以看到一下 这一个 看来都是按照我们刚刚讲的方式 你看 light button 然后right pin 好看来都按照我们刚所要的方式来做命名 好那我们现在只要按下这一个 呃 编译 我们就知道他有没有帮我们做 对后做错了 那顺便讲一下 我这边用的是 呃 这里 用的是 adreno 板子 那 连接到confor 那我们现在请他来做编译 好 那我们看他编译的结果 好 你看到编译整个完成 所以就是在这个修改名称的这种过程 他是帮我们通通改好 而且在很快的时间内 而且就是完全正确的哦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其他的功能 比方说我今天针对这个setup呢 我不了解他的内容 我可以按下这个地方 这边有个explain 就是解释程式码 那我们只要按下explain呢 好 各位看到左边 他就看你这个程式码内容呢 那告诉你说 这call snaps 在做什么事情的 好 在这setup里面呢 他比方 serial begin57600等等 是在讲解说 哦 这要打开这个通讯界面啊 然后设定Bowray啊 然后pin mode呢 是做什么 那每一个每一个都会告诉你哦 好 那这样子是不是非常的详细呢 等于是每一条程式码 你都可以学习哦 那今天对于学习 这个写程式是非常的方便哦 不过 有人可能会说 老师这个都是英文的 也看不懂诶 那怎么办 好 那我们就用中文来问他 那我们就问他说 诶 这段程式是在做 好 按下enter 程式目的呢 是在进行一些初始化设定 好 好 这边有告诉你哦 这里是 serial pole 刚刚讲的 通讯这个速度 设计57600 pin mode呢 是在做什么 然后设定三个角位 好 然后呢 这是跟舵机 就是server连接的角位 这是server连接的角位 好 到定义的角度等等的 好 那看到这样子 大家是不是很开心呢 是不是觉得很方便呢 我们以后就可以用他来教 你怎么写程式咯 好 那他这边还有其他的功能哦 这边像有个 generate function的comment 我们如果点下去这个呢 他就为你这个 这个功能哦 setup这个功能哦 会写一些comment 说这 每一支程式码是在做什么的 好 设定这一段好了 设定这一段 好 实际上我这一段已经有 已经有简单说明了啦 试试看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可以 好 因为这边没有写comment 他就会 就这边可以选 那等一下哦 今天人的comment 他就先分析这程式码 在做什么 然后把你写出来 就写出来了 好 我们就apply div 那这个程式的那个 注解就写出来 这个呃 其实他是完全了解你的程式 在做什么的哦 有没有 好 最后会 传回 呃 我的 方向性哦 那我应该是 上面 下面 左边 右边 或是不动 静止不动的这几个符号 都很清楚了 告诉你哦 按accept就好了 那你的程式呢 就会 更容易的被解读 好 那 这边还有很多 不同的功能哦 你自己可以去试一下哦 比方说refractor refractor呢 你按下去之后呢 这里 点下去的时候 你有很多选项哦 比方说你要加那个comment啊 你要加login statement啊 或是你希望他把你 清理一下这个程式码 好 检查有没有bug啊 或说你如果里面有to do的话 他可以检查一些to do 好 那甚至建立unitest 然后 把这个程式码变得比较strongly type 就是那个呃 变数行指哦 都来做正确哦 然后让他更快 或是更有效率等等的 好 或说你要很常穿的comment 然后呢 你就可以更加了解这个程式嘛 他都可以帮你做到 这部分你自己再试一下好了 好 好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跟各位介绍的这一个 codem 加上vscode的做法 那当然如果你不是用vscode的朋友呢 如果你用其他的编辑器呢 你也可以试着用codem哦 因为我刚刚说过他有支援70多种的 那一个程式语言嘛 好的 那以上的教学呢 就到这边为止哦 那希望这个codem的教学 让你在学习 在学习写程式哦 能够更有帮助 或是更快的把你的专案来完成哦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为止哦 那 就下次见哦 拜拜